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剑步走的正确脚步滚动动作。 正确的动作能够让您充分锻炼到肌肉,避免受伤。 双脚的正确动作还可以增大步幅。 整个滚动动作分为三个步骤完成。 脚跟落地,滚动脚掌,脚尖蹬地, 步骤一,脚跟落地。 脚跟落地时要平稳,动作要轻,这样能够缓冲来自地面的冲击力。 同时还能够保护脚步和腿部的关节。 步骤二,滚动脚掌。 脚跟落地之后,滚动整个脚掌,一直到脚尖。 滚动的过程中要感受到您踝关节的动作是流畅的。 这是肩部走特有的动作,能够避免来自地面过墙的冲击力。 因为这股冲击力会一直向上影响到膝盖,宽部,直至背部。 步骤三,脚尖蹬地。 脚尖蹬地产生推进力,尤其是大脚趾要用力。 请不要忽视这种推进力,因为它能够加快您的速度,提高动能。 多下练习,直到完全掌握了正确的动作。 这样能够充分锻炼到您的脚步、小腿、大腿以及臀部肌肉, 能够让您的步伐变得更加清明,同时节奏感控制得更好。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技巧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